網路溫度機 我們要帶您來看到了 這個是在網路上 過去一年的網路聲量 這個香港人自豪自己的家鄉 你最愛香港哪裡 就是問香港人 好 那我們來看到 這樣一個排行榜 那你如今再來看到 這過去一年的網路聲量 的一個大數據統計 有的時候你看起來會覺得 哇 有點心酸酸 好 我們來看到第一名 他們認為經濟穩定 這個是香港人最自豪的 亞洲金融中心 東方明珠 他們的金融穩定 另外我們看到的是言論自由 但如今還是嗎 那就是一個問號了 言論自由是香港人 他們自豪的地方 第三名就是文化非常的多元性 那麼到香港去你可以看到 來自世界各地的人 都聚集到香港 在這個地方掏金 因為覺得這個地方 非常多的機會 治安好 有秩序 哇 這句話好令人傷心 掉眼淚了吧 哭了吧 現在的治安好嗎 大家不敢去了 全世界已經有20多個國家 對香港發出了旅遊警示 呼籲他們的國人不要到那裡去 因為那裡很混亂 有生命危險 治安好有秩序 這一點呢 在這個連續三個月的一個 反送中的一個示威抗議活動之後呢 這一點恐怕會讓很多的香港民眾 會掉眼淚 美食天堂 哇 這毋庸置疑了 另外交通方便 這個也排上了榜 低稅率 還有12年的免費教育 以及美麗的業績 這個是香港對他們自己的家鄉 非常自豪的部分喔 但如今看來 會覺得這樣的一個排行榜 有些地方 有些選項 非常的諷刺 不過呢 其實年輕人這回呢 是大批大批前鋪後繼的走上街頭 為什麼這些年輕的示威者 他們到底對於社會 對於香港現狀有什麼不滿呢 反送中這只是其中最後的導火線 但其實呢 對於香港年輕人來講 他們有非常多不滿的地方 比如說香港的高房價 香港的低收入 全香港有將近五分之一的人 生活在貧困當中 香港的貧富差距是全亞洲最驚人的數字 在香港年輕人看不到未來 這是他們走上街頭表達心聲 最根本的原因 好比較難合理 我要示範 一個大批Çац